扣掉我這個退回跟我的那個單帳 只好我的現金收回三萬六帖 對 全部都收回 對 最後看一下呢 在中民公司在現金銷貨折扣被抵單帳 好 那再來呢 因為年底的時候 那個這一段時間是銀行是騰桌分路 那年底的時候它還了 好 不是年底 1月底的時候它還了 好 那大家我就聽一下 如果你前面是寫貝底待帳的 設定應收單保的話 你這個分路還是要這樣寫 客戶還是要寫設定單保 所以我用不同的顏色去顯示出來 如果你前面是有做了那個黑色 跟支付寫的分路的話 你這邊就寫設定單保的應收帳款 好 現在月底的時候呢 我要把我的那個 跟銀行之間的負債和新場完啊 所以呢 我就要把 我欠銀行的還有什麼 應付票據 我的應付票據呢 我全部欠它的是21萬嘛 好 一開始欠21萬 然後21萬呢 在這邊 我前面這裡是個 這裡是個還了15萬 所以我剩下6萬 好 所以我的應付票據就要還6萬 6萬之外呢 我還要什麼 要還一個月的利息 對利息費用 剩6萬利率是1%的話呢 所以利率1%就是600 所以我要還給銀行呢 現金是6萬0600 那銀行呢 就是收到現金6萬0600 然後呢 帶應付 應收票據6萬 帶利息收入6000 這樣 好 這是定義銀行的 就是最後面寫的 好 完全一樣 大家看懂 就是兩棒 請兩人坐在後面 我看不到吧 好 你們兩個 剛好一邊都把你們兩個遮除 好 這邊還有一個位置 我臉的旁邊還有臉的 好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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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已經過了一堂半 過了半堂了 所以 那邊你們兩位先 誰先來坐 好 你們兩個是聯同經濟 一定要兩個人坐在一起 好 好 這邊有個位置 下課都沒了 蛤 下課在坐 沒關係啊 我們下課 該搬椅子 又要去搬椅子了 現在順便要移動很大 趕快過來坐 好 好 好 我們之前呢 去其他的戲所 開院導師會議的時候 但是有些老師在講很苦惱說 同學上課 好喝睡啦 或是同學上課遲到啦 但是有老師講說 他呢 上課的方式是 如果知道這個上課五分鐘 還是十分鐘之後啦 是要把門鋪躺 然後把門鎖起來的 好 所有 渠道的方式 都不能進去 好 那我就想做 那我如果不是 這個 我想拜你的賢夕兩目 所以就不能那麼嚴格 所以呢 我們是想做 我們去做這種事情 我不想這樣做 因為 我想 難必有時候 會有一點點閃失 我們這個神師也 不用太嚴重的這一塊 帶咖啡 我就不用想說 我來這樣做 然後另外呢 又有老師講說 同學上課時 有十月後來的時間 你有驚訝嗎 沒有沒有 吃早餐 我想說 不讓他吃早餐 精神不好 精神不好 血糖降低就會 都會想睡覺 所以這樣子 對同學上課 反而是不利的 所以 我也不願 我也不心意 他們在講這些 分享這些經驗的時候 那我心裡想說 我大概不會這樣做 就想說 這樣子 其實是不利於同學的學習 好 那其實 我也都幫同學想 其實人懂 總是難免 可是接下來想說 不要讓他變得 是人常態 好 好 好 那我們看完實力八之後 我們趕快 可以播了 我們來看一下移轉 好 那我應兵賬款移轉的時候 剛剛是講設定 我去擔保 這個擔保 我的所有權 並沒有移轉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種 如果有移轉的情形 就是 應兵賬款如果移轉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像這種剛剛講的設定擔保 它是沒有移轉的 它沒有移轉 好 換言之我沒有這樣子講 好了 應該整個從前面來開始講 我的 應兵賬款呢 其實 我在還沒有賬到錢之前 有兩種的情形發生 也就是說我的移轉 好 這兩種呢 這移轉呢 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什麼 設定 擔保 但是這個設定擔保呢 它並沒有實質的移轉 沒有實質的移轉 沒有實質的移轉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例子 剛剛那個例子其實是 它去跟低銀行設定底壓 但是收款的它是中銘 那當然我們剛剛也講了 它可以什麼 設定之後呢 告訴它的那個中山公司說 以後你的債 你的錢就直接還給低銀行 所以收款也是低銀行 但是這樣子就算收款也是低銀行 那中銘公司並不能說 從此以後中山公司 目前跟它無關 因為它並沒有把它真正的移轉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這種事 設定擔保 設定擔保 一般來講是沒有真的移轉 那再一種是真的出售 出售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把東西 我把這個權利賣給你了 到時候收不收得到錢 那是你家的錢 好 這種就是什麼 綁風險 好 綁風險 那報酬是沒有啦 當然報酬可能指 你的應收賬款有設定利率的話 它才有報酬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設定利率 一般來講應收賬款是沒有設定的嘛 除非說你是借錢來的 要不然我說應收賬款 基本上應收賬款、應收票據 都是什麼 流動、都是什麼 營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 那這種營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 基本上因為是短期 它不會有利率的存在 所以它基本上是沒有報酬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產生的是風險 風險的意思是說 關於債務人不付款的時候 那是什麼 那跟我們的移轉也沒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出售 好 那所以我們的移轉有兩種 這個是真正的移轉 因為有把風險移轉出去 好 那這個是沒有真正的移轉 因為什麼 風險還是什麼 還是原來的債權的 債權人的手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你出售 好 那出售就比較簡單 現在是賣斷了 賣斷了意思就是賣斷了 到時候債務人或付款就跟它沒有關係 這種就是什麼叫做出售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一般來我們的那個出售呢 其實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就是什麼 我把第一雙賬款賣給所謂的客賬代理商 那另外一種是所謂證券化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講說 像你要買這個101大樓 你覺得101大樓未來一定是行情看好 這是全台灣的地標 所以每個外國人 只會觀光客來 一個人一定要去看101大樓 所以你覺得101大樓未來的收益會很好 因為就是租金 我只要賺那個租金 或者是觀景台的收入就很夠了 但是101大樓你不能買不起 好 所以它就是什麼 把這個101大樓呢 它就會把它證券化 證券就是我用一個像基金的方式 一個單位一個單位賣給你 好 那你就是到時候你的報酬是什麼 就是101大樓的收益 好 它分給債券其友人 好 這是一種證券化的意思 那證券化就也不在我們今天探討的範圍 我們探討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出售 好 你是賣給客商代理商 這199月你就告訴你 出售跟單保借款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 其實最最大的不同就是風險的問題 好 如果你風險有整個移轉出去 它就是整個出售 如果你沒有移轉出去 它就只能視為單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施力9 好 那當然你單保呢 因為基本上單保之後呢 它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 還是另外一種處理方式 是我設定單保 那我們剛剛是你開了票據 像這個例子 我們自己開的票據 曾經應付票據 那如果沒有開票 好 我們叫應收帳款的移轉付債 好 所以看一下施力9 用施力9的例子來解釋它 好 那輕易公司呢 在超5年8月1號 將應收帳款30萬 移轉給客賬代理商 那手續費是這個帳款的3% 好 另外保留10%的帳款 作為扣禮待帳 跟銷貨折扣退回責讓 那客賬代理商呢 8月份跟9月份 你中收到的金額是268,000 一共收到268,000 然後發生銷貨折扣4,000 退回1萬8 然後1萬塊是確定補法收回 然後9月底將賬款清單呢 交給新一公司 然後呢 做結清的動作 好 這個例子裡面呢 第一個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賬款收款是誰 所以客賬代理商 好 那 那他借他的錢呢 是30萬 好 因為客賬代理商呢 借給他是30萬 他收的手續費是3% 好 當然呢 這30萬裡面 他還要預留萬一 你發現相貨退回 那其實 表示什麼 表示你這個30萬的債權 並沒有100%產生 好 所以他就保留了3% 那10%就是3萬塊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他做這個移轉的時候 好 一共有3種情形 好 第一種情形 好 第一種情形呢 是 他是什麼 把他沒有追所權 視為出售 那第二個呢 是 他負有追 他呢 負有承擔再買回預期應收賬款的 有限追所權 好 也就是說呢 他只是買回預期 就是超過 超過該還的時間 才沒有還能應收賬款 他有什麼 有在買回來的一個義務 他假設這個義務呢 就是那個追所權負債呢 有一萬塊 好 然後呢 是沒有保留他的控制 所以他是意思是說 他是把沒有 沒有完全移轉 他說為移轉或保留所有權的 幾乎全部的風險跟報酬 沒有他全部啦 所以呢 他就有這個存在 那第三種呢 他視為什麼 視為單房 好 是保留了所有的風險跟報酬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第一個情形 假設出售 你知道單純是出售 好 出售呢 我呢 比如說我就拿到現金是多少 好 當我是出售 我30萬 然後呢 我扣 我30萬全部都賣掉 可是我保留10%萬一 發生消貨退回 消貨退回折讓折扣的話 或者是帳款就不回來 應該是只有 他這個應該是保留10% 是發生消貨折扣折讓而已啦 然後呢 這個 所以他的3萬塊就是 30萬是 是 算應修帳款就27萬賣掉 但是呢 他那個收的手續費 就是應修帳款 對於這個應修帳款 是有人來講他是出售 應修帳款的損失 所以呢 他的金額是怎麼算 是帳款的3% 這個已經告訴你了 手續費為帳款的3% 好 所以呢 我們這是什麼 3%是9千啊 所以第一種情形的話呢 我拿到現金 這要先扣掉什麼 扣掉我的應修帳款 這應修帳款呢 我會跟誰收的 客帳代理商 為什麼是客帳代理商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由客帳代理商呢 負責收款 然後保留10% 萬一發生消貨退回 折讓 折扣 那萬一沒有的話呢 客帳代理商就出售 好意思是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有什麼 應修帳款的出售損失 好 出售損失 損失的金額呢 好 他那個金額怎麼算呢 好 3% 所以呢 有9千塊 好 然後呢 我的運收帳款就移轉了嘛 因為他出售 所以我可以把原來的 運收帳款整個充掉 因為什麼 已經除裂了 好 所以運收帳款 30萬就充掉了 所以呢 我收到的現金是多少 27萬錢 所以26萬一千 因為他出售 最後的結果 不管運收那個債務人有沒有還錢 都跟這個信義公司無關 所以他就直接把運收帳款抽不掉 因為他已經出售他了 所以到時候這個 這個欠他錢欠信義公司的這個 運收帳款的債務人不付款 跟他也不關 好 所以第一個他叫做出售 所以這個客戶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是出售 所以在我們課本上面201頁 第一個分數就是代運收帳款 30萬就把它充掉了 好 那後面呢 再收到錢呢 是誰收 就是客帳代理商了 那客帳代理商收到錢的時候 跟信義公司是無關的 我現在站在信義公司喔 好 所以信義公司呢 第一個 我把運收帳款出售的時候 會寫這個分錄 這當中發生什麼信義都跟我無關 他收到錢都沒有關係 但是9月份他告訴我了 好 9月份他告訴我說呢 我的運收帳款裡面 那個8月9月 他8、9月可能收到那個運收帳款代理 在客帳代理商就會跟他講說 那個 你的8月是多少的消貨折扣、責讓 好 所以呢 當他發現的時候 我是借消貨折扣 你看他道具裡 消貨折扣是4,000 好 消貨折讓與退回 退回與責讓喔 1萬8 所以我的運收帳款 又充掉 好 本來我要跟客帳代理商收的3萬呢 我就沒有那麼多了 因為本來保留的3萬 就是因為方先的 相貨折扣責讓 退回 會要扣掉的 所以代理商的金額 運收帳款就先扣掉 2萬2千 好 那接下來呢 他說了 我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因為我是賣斷喔 我們看第一個交易的情況 但他賣斷的時候 我就是賣給你這個金額 我的3萬塊只是保留說 萬一那個消貨退回折扣責讓的時候 去扣補這個地方的 收不到錢 那跟我信義公司 我也不關 因為我已經賣斷了 好 所以我的客帳代理商呢 到9月底 他跟他清算的時候 這個分布 其實也可以9月份 客帳代理商一次跟他做解禁 你告訴他說 原來我要付給你的3萬裡面 因為發生了消貨退回折扣責讓 一共2萬2千 所以最後的結果呢 我再付給你 我可以在9月3床一起付嗎 好 我再付給你現金 8千塊 所以原來的客帳代理商的 3萬塊就整個充滿了 這是如果你賣斷 我印銷帳款賣斷 所以我就做這樣的分布 所以這個 我剛剛講的課本上面是 把消貨退回折扣責讓這個 把它在8月9月份當中做 其實我也可以不用 我等到9月底的時候 課章代理商一次回報給我說 好 你賣給我的30萬裡面 發生了消貨折扣責讓退回是2萬2千 那其結算就是什麼 我原來保留3萬 扣掉2萬2千 就還要必須還給8千塊 因為這是賣斷 因為現在課本的202頁 在9月底的時候 當課章代理商跟它清算的時候 課章代理商要還給新公司8千塊 那我剛剛講說 我也可以把這個分布通通寫在9月底的時候 再做這個分布 那就更清楚了 這邊的3萬 最後只收到8千 那你說那 他不是說 確定賬款1萬塊收不回來嗎 那邊新一公司沒關 因為我已經賣不完了 受不到錢是 這個課章代理商自行新手 所以跟他無關 所以他沒有承認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如果是那個課章代理商 他就必須承認待賬 他就必須承認待賬 因為這個工錢已經移轉到課章代理商裡面了 這樣看懂嗎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情形是賣斷 好就賣斷 好賣斷呢 我只負責的是 我剛才課的新一公司該負責 就是萬一發生的消貨折扣退回與責讓 就是新一公司跟人家交易的時候給的條件嘛 或者是他的問題嘛 所以不是課章代理商的問題 那收不到錢呢 是課章代理商的事情 好就是出售 那第二種情形的是 他有被追索的可能 好 他如果這個課本上面 他有被追索的這個負債呢 在當學後評估的這個價值 這個公平價值呢 公平價值有1萬塊 所以你要承認這個負債有1萬塊的存在 最後呢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分路 第二個分路裡面呢 你可以對照一下 跟第一個分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好我的運收賬款呢 課章代理商3萬塊還是一樣有在街坊 但是我出售損失不是9000塊而已 是1萬左右 為什麼 因為萬一我被追索的話 好我有這個義務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貸方多了一個什麼 追索權負債1萬塊 所以第二個情況呢 我邊我一樣是衝掉我的運收賬款 好 那但是呢 我有被追索 因為我有這個義務 所以我當時候是不是已經 評估我的追索權負債有1萬塊 所以呢 我的出售運收賬款的損失就1萬9 好 那發生消貨折扣折量退回都一樣 好 那我們發生了1萬塊的那個收不回來啊 所以你可以看當我這個負債真正產生的時候 我的分路是借追索權負債 但應收賬款的那個客帳代理商的金額 我就少掉1萬了 本來會有3萬塊對不對 3萬塊裡面因為我的追索權負債 如果我有這個義務的話 真的發生我的 要跟客帳代理商收的錢就沒那麼多 所以我先衝掉我運收賬款客帳代理商 原本的債權3萬裡頭先扣了1萬 或者剩下2萬 那最後結果發生的債權呢 那個消貨退回折扣責讓呢 有2萬2千 所以我是不是不夠了2千塊 所以最後你要去補給客帳代理商 所以呢你看9月底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個借現金 對不起 借運收賬款客帳代理商貸現金2千 因為你的客帳代理商3萬 運收賬款原來借款有3萬 先扣掉2萬2千的消貨折扣 然後退回之後剩下8千 但是你又有一個追索權負債的真正發生了 所以你要去扣 因為那個你風險沒有完全的移轉 你保留一部分的風險 那這風險是1萬塊 所以呢最後要去要 你就不能跟客帳代理商去收全部3萬塊 所以你必須什麼 必須再倒貼他給他2千塊 因為你欠他的 他整個欠的金額就不只3萬 是3萬2千 這是如果你保留一部分的這個風險存在 那第三種情形的話呢 我是跟客帳代理商借了錢 好 但是我沒有開票 但是我這個事實上還是存在說 我承認一個運收賬款的移轉 然後會不會說 你再開票 准可RY 妳搭湊